那天,我和同是王强豌豆地主,结果我输了,他就要问我一个真心话,张凯,如果你老婆出轨了,你会怎么办?看到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,我就来气,我老婆怎么会出轨呢?不可能,我老婆这么本分的人怎么可能出轨呢?你这么问,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 我的话刚说完,王强笑了笑说道,如果真的出轨了呢?你又会怎么办呢?虽然,我们是在玩游戏,可王强说的这话就像是真的一样,我思虑了很久,这只是个游戏。 王强也只是说着玩玩而已,下班后,我一直闷闷不乐地,心里就在琢磨,万一老婆杨雪出轨,我会怎么办?离婚,我想都不敢想。 当初,我娶杨雪的时候,可是费了好大的劲,从几十个人的队伍中脱颖而出,还有五十万的彩礼,外加一套全款的大房子,并且还给他买了好多的首饰,这些钱花得不计其数。 我对他怎么好?他怎么会背叛我呢?杨雪是一家公司的前台,一米六八的身高,皮肤白皙,长相甜美。 当初,我之所以能看上他,不仅仅是他的外表,更是他那个甜甜的性格。 还有他那迷人的身材,想一想,我都情不自禁地流口水,我相信,他是能给我带来好运的人。 果不其然,在和杨雪结婚之后,我也很快地坐上了主管的位置,同事们都很羡慕我,我特别喜欢同事们夸我,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一下我虚荣的心。 他们都说,我能力强,老婆长得也漂亮,我听在耳里,乐在心里,被别人夸赞的感觉真的很好受,做好了晚饭,就给杨雪打了个电话。 我说,喂,老婆啊,怎么还没下班啊?我都等了你一个小时了,饭都要凉了。 以前的时候,杨雪就经常地加班,我也见怪不怪的了,老公啊,你先吃吧,我现在在开会呢。 好了,不说了,我最近很忙的,就这样先挂了。 杨雪急匆匆地说道,挂了电话后,我心里有些不太高兴,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,可能是杨雪没有回来吃饭吧,也可能是白天王强的那句话震了我一下,而他也不是第一次这么晚下班了,为什么今天我的心情会如此的不好呢? 吃过饭之后,我看了一会电视剧,老婆杨雪仍旧没有回来,我拿起手机,却又不知道该不该给他打过去。 虽然,我很关心他,但也不能一直打搅他,想了想还是放下了。 正要睡觉的时候,老婆杨雪下班回来了,老婆怎么这么晚才下班? 我的记忆力,公司前台都是到脸就下班的,从来没有加班过,杨雪笑了笑,公司来了个客户,老板非要加班。 我也是没办法的事。 其实,我早就劝过他,要他辞职的,他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千块钱,而我则是他的好几倍,就算他不上班,我也养得起,老婆,看你这么累,还不如辞职算了。 我这还不是要为你分担一下家务吗? 好了,不说了,时间不早了,我洗漱一下。 你去床上等我哦。 杨雪对我温柔地笑了笑,一双迷人的眼睛勾得我神魂颠倒的,看着杨雪走进卫生间,突然一个闪现出现在我脑海里,怎么感觉到哪里有些不对? 刚刚的时候,我好像看到,不错,杨雪她的短裤怎么换了。 我记得早上杨雪上班的时候,是穿着白色的短裤,刚刚她好像是穿着黑色的短裤走进去的。 等她洗漱完,出来的时候,我便问道,老婆,你下班回来的,怎么穿着黑色的短裤呢? 我记得你上班的时候,可是穿着白色的。 白色? 你记错了吧? 我本来就是穿着黑色的。 我不由得疑惑起来,难道刚刚我看错了,杨雪接着说道,老公啊,你瞎想什么呢? 我下班的时候,就是这么穿着的。 你一定是看错了。 最近,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? 杨雪问我,这段时间,我压力确实大,但也不至于我花眼吧。 算了,这是我也不计较了。 躺在床上,杨雪格外地主动,老公让我用身体好好地爱你。 她的举动又令我有些惊讶,今晚她这是怎么了? 这就证明她爱我了吗? 以前的时候,可都是我使劲缠着她,她才给我的。 而这次,她表现得特别凶猛,我差点没hold住,看来,我真好好的锻炼一下身体了。 第二天一早,杨雪做好早饭,还没来得及吃,就上班去了。 看着她这么焦急的样子,我就在想,公司真的有这么忙吗? 她是否忘了,今天是我俩结婚三周年纪念日,快到下班的时候,我给杨雪打了个电话。 老婆,今天是个好日子,我订了一桌酒席,下班的时候,我们去吃。 这次,我还没说完,杨雪便问道,好日子,什么好日子啊? 我怎么不记得? 听了杨雪的话,我心里一阵冰冷,连我俩的结婚纪念日都忘了。 我只好提醒了她一句,杨雪,今天是咱俩的三周年纪念日。 我说完这句话,杨雪沉默了片刻,然后又突然惊喜道,老公啊,我都忙得要忘掉了。 既然这样,今晚咱俩要好好的祝贺一下。 我已经订好了酒店,一会,我把酒店的位置发给你。 下班后就过来吧。 今天的结婚纪念日,我特别的不高兴,心里有种冷冰冰的感觉,也许是杨雪的反应,叫我高兴不起来吧。 下班的时候,我看到了王强,他又调笑地说道,张凯,还玩不玩那个真心话的游戏? 我没有理会他,总感觉着他特别的讨厌,总感觉着他有些针对我。 到了酒店之后,我就一直等着杨雪,等了好久,才看到杨雪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,一点结婚纪念日的气氛都没有。 不好意思啊,老公刚刚刚真的在忙,我都不明白杨雪整天瞎忙些什么。 好好的结婚纪念日,被他搞得一点气氛都没有了。 我看到杨雪特别着急的样子,便说道,杨雪,公司这么忙吗? 有点,老公我们赶快吃饭吧。 听到他这么着急的样子,我真的是有些无语了,可坐下之后的杨雪不停地翻看自己的手机。 本来,我心情就有些不高兴,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,更没有了过结婚纪念日的心情。 我刚拿起筷子准备吃的时候,杨雪突然拿着手机站了起来,老公,公司有点事,我先接个电话。 他拿着手机匆匆地离去。 恰好,他随身携带的包包落在了桌子上,我便把买的窃听器偷偷地放了进去。 我之所以买这个并不是怀疑杨雪什么,而是自己心里一直不踏实,杨雪整天说自己在忙。 我想知道他都在忙些什么,看着他走向了女厕所,我便悄悄地跟了上去。 我倒要听听杨雪究竟说的是不是真的刚走到女厕所门口,就听到里面传出来杨雪的声音,王强,你怎么又打来电话了? 王强,这不是我那个同事吗?他竟然背着我,给我老婆打电话。 而且,我最近和王强还是竞争对手,我俩都在争惊里的位子,可接下来听到的一幕令我格外的震惊。 宝贝,我这不是想你了吗?且,刚刚分开就想我,鬼才信啊。 好了,不说了,不然我家那位又要齐心了。 上次我的短裤被你撕烂,差点被他发现。 好歹,我圆了个谎就过去了。 听到杨雪和王强的对话,我紧紧地握住了拳头,还有啊,孩子的事情你也不要担心。 那次,我知道自己怀孕之后,就跟他睡了。 我就说,孩子是他的。 宝贝,你做得很棒,处处为我着想,好了,不说了,你快点搞定你那边,那我先挂了。 听到他们的对话,我紧紧地握住了拳头,这一对狗男女,真的背着我,做了苟且之事,竟然都怀孕了。 气得我冷笑,我是不会放过你们这对狗男女的,一个我的竞争对手,一个是我老婆,没想到两个人搞到一起去了。 不过,我并没有立即发作,而是在等,等一个最佳的时机,然后给他们致命地一击。 我就是要让这对狗男女死无葬身之地。 听到杨雪挂了电话后,我想要再回到座位上,已经来不及了,连忙躲到了隔壁的男厕所里,当我听到她的脚步声远去之后,我才从里面走了出来,为了不引起她的怀疑,从厕所出来后,专门买了一束玫瑰花,我洋装高兴的样子,把玫瑰花递给杨雪。 老婆,祝你幸福,谢谢你老公,看到杨雪一副甜蜜蜜的样子,谁能想到,就在刚刚她还背着我和别人一口一个宝贝地叫着,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,本来前段时间,我都要告诉你的。 只是一直等到今天,对咱俩结婚纪念日来说,真的是喜上加喜,老婆,什么事啊,还喜上加喜的。 我洋装很认真地在听,其实我早就知道她想要说什么,老公,我怀孕了。 杨雪嘻嘻一笑,如果要是在平常,听她这么说,我会非常的高兴,毕竟结婚三年了,也该有自己的孩子了。 可现在听到之后,我忍不住恶心起来,怀了别人的孩子,却诚恕我的,不过我还是装作非常欢喜的样子,把耳朵贴在她肚子上,可是我却感觉到,她的身体贴得我越来越近了。 我的一双手,被杨雪拉着,放在了她的臀部,好几天没有做过那事的我,此刻却有了感觉,左右看了一下没人,我的手慢慢地伸进了她的衣服里,杨雪顺势躺进了我的怀里。 老公,我想,这么一点时间也想要,我忙说到,注意肚子里的孩子,要不是在厕所里偷听到你俩的谈话,我还真的以为自己娶了一个好老婆呢,回去之后,我一直在想着对策,该怎么办,我想到了王强,想到了之前玩的那个真心话的游戏,我又想起了王强在那个游戏里问我的真心话。 张凯,有一天你老婆背着你出轨了。 你该怎么办? 没想到被她说中了,而且出轨的对象还是她,她这是在挑衅我啊,想到王强,我便想到了王强的老婆,王强自己没有多大的能耐,他之所以在公司混得不错,完全靠他老婆,要想对付他,必须找他老婆。 想到这里,我脸上充满了冷冷的笑意,第二天一早,我便在公司请了一天的假,寻找了好多人,才打听到了王强的老婆,才有了约他出来一次的机会。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,我就觉着她是一个女强人,戴着墨镜,穿着一身西装,看起来还很漂亮。 而且气场非常的强,我也终于明白了,王强为什么要出轨了? 每天面对这么强悍的女人,王强能力又不行,家庭地位很明显弱了很多,可能是受到压抑的时间太长了吧,所以就找个女人发泄一下,王强的心思我很理解。 可是,她却不该出轨我老婆,你好,我是杨雪的老公,我叫张凯。 我对她说道,我是王强的老婆,叫田晓。 她淡淡地自我介绍一番,我见过你,不过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? 看来她这么问,显然还不知道她老公王强出轨了吧。 田姐,你老公和我老婆出轨了,难道你不知道吗? 我说完这句话后,就看到田晓抬头看了看天空,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,你叫我过来,就是问这点小事的吗? 听了田晓的话,我很诧异,这也算是小事嘛。 我惊恶地看了她一眼,不知道她在想什么,这种女强人,我还是第一次遇见,不知道说什么好,这算小事吗? 你还有别的什么事吗? 她摘下墨镜,问了我一句,她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难沟通,我摇了摇头,叹气道,没了,只是你老公的事就这么算了吗? 你打算怎么办?她反过来要问我,要报复她吗?你看,把她报复在我身上可以吗? 她轻轻地在我耳边说道,那温柔的气息在我耳边荡漾着,顿时心里产生了一道涟漪,报复在她身上,到底几个意思啊? 难道我长得还不能打动你吗?还不值得你报复她?这个女人在暗示什么?天小姐,你说笑了,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,怎么能打动不了我呢? 能和我说这么长时间的话,那是我的荣幸。在这个女强人面前,让我感觉到了有些压抑。 她哈哈笑了两声,然后说道,不要这么紧张吗?刚刚我只是装了一下而已。 其实,我挺和善的。这一天,我等了好久了。 她这话什么意思?等了好久,是专门等她老公出轨,还是专门等我? 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,不明白她说什么,借着她继续说道,以前没结婚的时候,我觉着我老公王强挺老实的,因为有了她做依靠,我就可以在外面打拼。 谁知道,结婚不到一年,她竟然背着我在外面乱搞,而且还竟然搞她同事的老婆。 她还洋洋得意。听她说完这句话,才知道,她早就知道了王强出轨了,只是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呢? 田小,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? 我问了一句,她摇了摇头说道,我早晚会和她离婚的,只是还没有掌握好时机。 给我几天的时间,几天时间之后,你尽快地抓到她出轨的证据,我的一部分财产还在她的手上。 既然,她敢背叛我,我就让她身无分文,痛苦地离开我。 我知道王强都是靠着她,妻子田小。 才有了今天,现在田小已经明确态度了,我也鉴定了自己的想法,和田小分别之后,我就开始想着接下来的对策,也加快了要和杨雪分手的速度。 当初买房子的时候,虽然我出了全款,但为了能取杨雪,房产证上也写了她的名字,如果贸然离婚,这个房子要分给她一半,而且现在房价已经不是当初买房子的那个房价了。 早就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,回到家里,杨雪很早地就下班了。 这让我很是惊讶,老婆今天没有加班吗?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,老公啊,今天我不加班了,以后我也不加班了。 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 听到她这话,我内心冷笑,为了我们的孩子,说得多么的冠冕堂皇,如果我不知道真相的话,还真的以为是自己的孩子那头上的绿帽子越来越大,大的我都快承受不住了。 我笑了笑说道,老婆,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,我会买套别墅送给她。 当作见面礼。 我这句话刚说完,杨雪的眼睛里冒出一丝金光,她惊喜道,你说的可是真的。 当然了,再说,我现在是一个公司的主管,而且有可能马上成为部门经理。 工资一个月到时候十几万不成问题的。 老公,你早晚都会是经理的。 不如我们现在就买别墅怎么样,等孩子下来了,我们直接住进别墅去。 我没想到,田晓竟然比我还着急,好啊老婆,只是钱还差点。 我装作很为难的样子。 那,那怎么办? 杨雪问我,我看到时机差不多了,便对她说道,老婆,不如我们先把这套房子抵押给银行。 换成钱,我们就去买别墅,到时候你生下孩子后便可以入住了。 你看这样行不行,只是这一套别墅的价格大约五百万左右,我们的房子现在差不多二百万。 不过,老婆,你不用担心,这三百万的贷款,我三十年能还清的。 现在我还年轻。 我这话刚说完,杨雪一下子抱住了我。 老公,你是个好人,我这里还有一部分钱。 然后,我再给家里人借点,都给你。 我们全款买好不好。 我心里冷笑一声,杨雪,终于你要上钩了,以前的时候,杨雪要什么,我就给她买什么,她的话就像圣旨一样,我从来没怀疑过她,而且她对我也特别地信任。 但,那只是以前,但现在不同了,她变了,背着我出轨了,我也变了,不再是那个之前的我了。 老婆,我会叫你越过越好的。 吃过饭之后,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,多年的生活。 我已经对杨雪产生了感情,从来没有欺骗过她。 她对我也是如此地信任,之前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,现在我却利用她对我的感情骗她。 她还如此地信任我,让我内心感到特别地愧疚,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,这一夜我几乎要失眠了,我知道我和杨雪的道路马上要走到了尽头,我还真的有些不舍。 第二天,我起来的时候,整个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,杨雪已经做好了早饭,简单地吃了一点,我知道以后可能再也吃不到她做的早饭了,吃一次也就少一次。 吃饭的时候,突然间手机响了一下,打开手机一看,是我放在杨雪挂包的窃听器有了反应,这是杨雪的声音,王强,我老公说了要给我肚子里的宝宝买一套别墅。 王强听了惊喜道,宝贝,你说的都是真的吗? 当然了,我说一句,她可是听一句,不过现在遇见一点麻烦,买别墅还差点钱,需要你给我凑点。 王强听了后,沉默一会,宝贝,这是不是个圈套啊? 杨雪顿时就不乐意了,王强,你什么意思啊? 给你的孩子买别墅,你不愿意了,以后我们住哪里啊? 你放心,买了别墅之后,我马上离婚,到时候别墅还不是我们俩的吗?你那边快点准备一下。 好的,好的,我这就给你转过去五十万。 我放下手机,事情正朝着我想的那样发展下去了,下周一就是杨雪的生日了,这或许是个机会,就在这个生日会上,我向他坦白吧,多过一日,我就多难过一天,这几天,我也没去公司上班,一直就在家里待着,老板发来了一条短信。 告诉我,我经理的资格被取消了,因为我矿工的时间太长了,可我一点也不在意,奋斗了这么长时间,为的是什么? 这一刻我却没了答案,一切都随他去吧。 晚上我做好了饭菜,等着杨雪下班,他回来的时候,我还要笑脸相迎,老婆快换上鞋吃饭了。 我蹲下来,脱掉他的高跟鞋,给他换上了拖鞋,这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为他这么做了吧? 杨雪笑道,老公,我娘家给我转来了五十万块钱,这几年,我自己也攒了点,一共七十万块钱,我都转给你。 听到他这话,我心里特别的悲苦。 杨雪,我对不住你了,我本来不想这么做的,可这都是被你逼的,我又不得不这么做。 虽然我心里还爱着他,老婆,这是咱俩的卡号,等我把房子抵押之后,换好钱之前。 咱俩一起去看别墅,我把卡号给了杨雪,很快的,我收到了转账的短信,谢谢你老婆。 我假装把他紧紧地抱在了怀里,好了好了,小心我们的孩子,让我听听我们孩子的声音。 我把耳朵贴在了他的肚子上,假装说道,我听见孩子叫我爸爸了。 杨雪笑道,这才几个月啊,刚成行,哪里会叫啊? 吃饭的时候,我拿出来房屋抵押合同给杨雪,老婆,这份协议,你签个字。 到明天,我就去银行,拿去抵押。 杨雪却这么如此地信任我,想也没想,拿起笔来,就签上了他的名字,收起来之后,我心脏砰砰直跳, 第一次这么做,额头上起了滴滴汗珠,老公,你怎么流汗了? 杨雪拿着纸巾给我擦了擦,好像是天气太热了吧。 吃过饭之后,杨雪说,要去洗澡间洗澡,我帮他搓背。 或许这也是最后一次,我俩一起洗澡吧,很多个最后一次了,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。 老婆,你知道下周一什么日子吗? 我问他,他停顿了一下,老公,下周一什么日子啊? 你快说嘛,你不说,我怎么知道啊? 下周一,是你的生日啊。 难道你都忘了吗? 他转过身来,眼睛里喊着一丝泪花,老公,你竟然还记得? 当然了,你知道吗? 每次,你生日的时候,我都会送你一份礼物的。 这次也不例外,这一刻,我好像看到了他特别的动情。 老公,谢谢你,你是个好人。 老婆,来我给你擦擦身子。 等他转过身去,对于他的身后,我再次输出,恐怕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疯狂了吧。 第二天,一早,我便去了银行,把房子抵押了,抵押了整整二百万。 下个月,我们就要从房子的搬出去了。 不,应该等不了下个月了吧。 我和杨雪的缘分,终于走到了尽头,回到班上。 我再次看到了王强,他似乎比之前更加的高兴了。 王强。 我叫了他一声,哟,张凯啊。 几天不见,人怎么憔悴了,恭喜你啊,王强,经理的位子非你莫属了。 样子我还是要装一装的,就看谁能笑到最后了。 他哈哈一笑,张凯啊,其实这位子的是不提也罢。 那个游戏还玩不完,我笑了笑说道,多大的人了,还玩游戏。 不过,你上次不是问我真心话吗? 上次你说,我妻子要是背着我出轨了,我会怎么办? 现在,我有答案了,我会和他离婚啊。 我说完这句话,就看到王强的脸上阴沉不定。 不明白,他怎么了,你看你,这么严肃干嘛。 那只是个游戏而已,别当真嘛。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,下周一,我老婆,过生日,要不要一起来我家做客? 我对王强发出诚挚的邀请,王强听到我这话,脸上藏不住的惊喜,哥们,放心吧,我一定去。 距离下周一还有五六天的时间,自从那次我和王强的老婆田晓见面之后,我俩就秘密地商讨了一番。 我告诉田晓,最近一次也不要给王强,而且还给他吃了很多大补的食物。 而我也紧紧地盯着我妻子杨雪,避免他跟王强见面,现在几天过去了。 我想,王强一定憋了一肚子火了吧。 王强的妻子田晓,这几天正在出差,其实都是我和他商量好的。 以至于现在,我邀请王强去家里做客,还告诉他,这次是我妻子杨雪亲自做饭,他眼睛一下就亮了,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 到时候,王强到了之后,当着他的面,我再调戏一下杨雪,我就不信激发不了他身上的烈火。 然后,我在借口出去,我就不相信他俩不发生关系,终于到周一了,下午的时候。 我就开车带着杨雪回家了,做饭的时候,我就给王强打电话,要他来庆祝杨雪的生日。 没想到十分钟的时间不到,就来了,速度如此的枝快,这么着急,那一定是想吃了。 他的心思被我拿捏得死死的,男人毕竟还是了解男人的,刚一进门,王强的眼睛就盯在了杨雪的身上。 而且,今天的杨雪打扮得格外漂亮,我叫他穿上了连体包臀裙,虽然是在家里,我还是叫他穿上了高跟鞋,一个秘密的计划,早就在我心中铺开了。 当着王强的面,我摸了一下杨雪的大腿。 而杨雪显得特别的不好意思,一下子就脸红了,急忙地推开我。 而此时,我看到了王强的反应,看我的目光带着敌意,看杨雪的时候,眼睛里更是带了一份火热,我知道火候差不多了。 王强,我看你还能憋多久,刚坐下来,我就问道,王哥,嫂子没来吗? 王强答道,他呀,出差了,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赶到。 正说着,王强的手机响得起来,我看到眉头皱了一下,不过还是接听了,老婆。 王强叫了一声,老公啊,你不是说今天你朋友过生日吗? 正好,我今天出差回来了,过来接我一下吧。 我刚下飞机,这是田晓的声音,我看到王强的脸色非常的难堪,其实这一切我都是知道的,事先我和田晓商量好的。 怎么?王哥? 我问了一句,你嫂子在机场,要我去接她。 机场距离,我家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间,如果开车快一点的话,最少还有一个半的小时,我看到王强正要转身离开,连忙制止了他。 王哥,你是客人。 接嫂子这是,怎么能叫你去呢? 你坐下,我去接。 我就是要给他们创造机会,我这话刚说完,就看到王强的脸上显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,我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王强你终于要上钩了吗? 这么多天的煎熬,在这一刻是不是就要释放了? 我等的就是要你释放出来,这一天,我等了好久了,现在房子已经被我给了银行,而且还要了你五十万,要了杨雪二十万,这就是你们出轨的代价,我收了这七十万,收得心安理得,没有一点不好意思,这次就让你们继续吧,就算我和杨雪离婚了,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 虽然我心里还爱着杨雪,我给你们再创造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,可要好好利用哦,不要让我失望哦,我走后,上了车子,没过十分钟的时间,我打开了手机,果然看到王强忍不住了,他们可能不知道,无论是在客厅里,还是在房间内,早就被我安装上了真型摄像头。 通过手机,我看到了王强一双手,抚摸在了杨雪的身体上,你这么着急干嘛,不怕被发现吗?杨雪说道,宝贝,这几天可憋坏我了,好不容易有了这次机会,我怎么能够放弃呢? 还有啊,张凯回来,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,我们早就完事了。 杨雪被王强紧紧地抱着,他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,我都怀疑王强有什么好处,竟然值得杨雪这么心甘情愿地出轨于他,难道比我优秀吗? 想到这里,我摇了摇头,开车着,我出了小区,田晓就在门口等着我,其实田晓早就回来了,故意发了一个机场的位置给王强的,王强却无以为真。 我开车带着田晓到了地下停车场,停了下来,打开手机给田晓看,田晓只是摇了摇头,此刻,我看到王强已经脱了衣服,他那急不可耐的样子,看得我非常的恶心,我把手机拿给田晓看,你那边准备好了吗? 我问田晓,已经准备好了,你那? 田晓反问我,我点了点头,准备好了。 那我们一起去捉剑。 我刚要打开车门,田晓握住了我的手,不急。 这样去打搅他们的好事,我觉着不道德。 你什么意思? 我这话刚说完,田晓一下子贴了上来,似乎我能感受到他的心跳,他这样玩了你的老婆,难道就不想报复他吗? 我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,轻轻地摘掉田晓的墨镜,精致的面孔展露出来,吞去他的风衣,傲人的身姿被我一览无余,你这身是为我准备的吗? 我问他,算是吧,今天是你老婆的生日。 他给我送了一份礼物,我也想给他送一份礼物。 我和他靠得很近,说话到时候,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唇温,一股薄荷的清香令我有些沉醉,现在我才看清,甜小的美,还有那种欲解的气质,是羊血所没有的。 但是,羊血的美只是外在,是一种浅薄的美,欣赏完了。 也就没了,但甜小不一样,想要就来吧。 终于我没能控制住自己,甜小全身的柔软令我神魂颠倒,这一次整整一个小时,我才缓过神来。 张凯,你会娶我吗?甜小突然问道,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,我愣了一下,说道,等我分手后,可以试着追你。 那我们一起上去吧。 我带着甜小上楼了,是羊血开的门,进来的时候,我还拉着甜小的手,气氛特别的尴尬。 张凯,你,羊血对我的举动非常的诧异,王强则是瞪大的眼睛。 你们,王强,羊血,你们刚刚做的事情,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我说完这句话,羊血手里的碗,突然掉落在了地上,张凯,你算计我。 你刚才故意离开的,对不对? 羊血,你终于明白了。 我离开才能给你们机会啊。 我冷冷一笑,你卑鄙,为什么这么做? 羊血痛骂道。 我呵呵一笑,羊血,我卑鄙吗? 你怀了王强的孩子,还要我养? 咱俩到底谁卑鄙啊? 羊血,我们离婚吧。 这个房子,已经抵押给了银行。 下个月,银行就要收房了。 还有你王强,我把你当哥们,你却跟我的妻子不清不楚。 真的够卑鄙的。 我拉着田晓的手就往外走,换我钱,换我房子,身后响起了羊血的声音。 一个月后,我带着田晓去医院检查身体,我看到了羊血,他一个人走进了流产室。 面容特别的憔悴,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,他都没有认出来我,真是可怜啊。 王强现在自己吃饭都成问题,怎么会养着他呢? 田晓叹气道。 原来,王强和田晓分手后,公司直接就把王强开除了,而我却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,我拉着田晓的手离开了。 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羊血了吧。 王强和田晓分手